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星星日韓小教室的創辦人 侯星辰星星老師來接受我們人物專法 哈囉 你好 哈囉 你好 老師本人很漂亮 皮膚又很亮 謝謝 你也是 謝謝 那想要先請老師跟大家分享的是 星星日韓小教室的這個名稱來源是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的名字叫星辰 那我覺得星星這個名字還蠻好聽的 所以我中文就取名叫星星 因為我有在講日文跟韓文 所以日文的話叫星 星 對對對 那韓文的話我也覺得這名字蠻好聽的 所以韓文也是延續這個星的名字 哦 原來如此 這其實有很深的含義在裡面 是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老師是怎樣的起心動念 會想要進而創立這個日韓小教室 其實一開始沒有想要創立任何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我喜歡分享 所以我喜歡把我在國外的一些經驗分享給未來 如果對那邊有興趣的人他們可以藉由我的影片 在不同人生見不同的人 我覺得這對自己的充實還蠻好的 是啊 就是變成說你可以去體驗不同的文化 然後認識不同的朋友 那我偷偷的問 日本跟韓國人家最喜歡哪一個 我現在比較喜歡韓國 為什麼 因為韓國我覺得韓國的文化會比較接近台灣 就是沒有這麼的壓抑 當然去晚我還是會比較傾向日本 是 就比較清幽 然後有比較不同的文化感覺 嗯 那你日後會想要就是可能選擇日本或韓國啊 然後再去生活一段時間嗎 日後想要去日本再生活一段時間 啊還是想要再去更深層體驗他們的生活跟豐富女的人生這樣 嗯順便複習 哈哈哈哈 所以你回來其實就是除了你本身的主業還有在不教業做日韓的教學以外 嗯 自己就是開線上的課程嘛 是的 那大家其實都知道創業不簡單會很辛苦 那你這一路上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其實一路上我覺得我都還蠻幸運的就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剛好也有人喜歡 嗯 對 然後雖然可能家人這一方面會覺得希望我找一個穩定的工作 但是呢 我就是很喜歡自由自在的人生 所以我就一直慢慢持續做到現在也快要六年 哇 很久的時間耶 可是其實你心情都是保持很愉悅的 對 嗯 你是不是那種覺得沒關係遇到困難我就面對 然後隔天就沒事了 對 哈哈哈哈 雖然一直想也會讓自己的心情一直盪下去 是啊是啊 會影響自己的心情 那你的經營理念是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我的經營理念其實 嗯 因為我喜歡比較可以實用性的學習 所以我會跳脫 跳脫傳統教室裡面的那種教學制式的方式 嗯 我喜歡就是 先讓大家把基礎打好 然後我在課程中帶入一些比較日後可能去旅遊 或是大家現在很喜歡追星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就按照補習班的 嗯 他們的規範 那我自己的課程是有初級 然後還有發音課程 那我未來會出國進修一段時間 所以呢 之後十二月或是明年一月我會再開設更進階的一些旅遊課程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然後可以一個固定 可以一個固定 穩定的行業 但是 但是他們 他們一開始我會非常的就是有點壓抑啦 在還沒有出國之前我想說那我就按照他們的步驟去走 但是我之後慢慢出國就覺得人生何必要照著一定的路去走 對 每個人每個人自己的方向我覺得現在我非常的開心我一直在往這個路上走 是啊 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 反而是選擇你喜歡的語言當作你的工作 其實很少人喔 真的很少人是他的職業是他喜歡的 大家都是為了生活而工作 但是你反而是選擇一個你喜歡的 然後你很自由的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我很敬佩你們是你沒有停下來 你反而一直不停在學習新的東西 對 有一點累 哈哈哈哈 因為畢竟你有線上跟線下課程而已 你沒有讓自己休息耶 對 這其實去菲律賓讀書也是對你是一個充電之旅 對 因為我覺得太累想要讓我自己在去學習之中 然後也可以獲得菲律賓老師他們的教學方式 我可以運用在我日後教學的地方 沒錯沒錯 也可以讓自己好好放鬆休息一下 然後去交個新的朋友啊 認識不同的文化 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 那再來是在未來的短中長期規劃中 老師是不是有開發新的計畫可以跟大家分享吧 對 未來呢 因為我其實在前幾年有去進修韓國的香氛蠟燭的證照 所以呢 我想要把我的語言跟我的香氛一起結合 對 那這個是擴香品 對 可以放在那邊然後可以香香的感覺 是 對 然後裡面還可以自己創造不同的圖案 沒錯 這個就是 這其實是學生的作品 啊 對對對 他喜歡拍什麼就擺進去 是 你要塞滿也可以 哈哈哈 看自己決定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這個就是蠟燭可以燃燒的蠟燭 那上面的花材就是可以自己選擇 嗯嗯嗯嗯 對對對 嗯 然後那個漂亮的是主台 對 這個主播非常喜歡的 主台 很漂亮 對 這個晚上中間可以點燈 嗯 然後燃燈之後它就會亮 然後就會一種 情人節 或聖誕節都蠻推薦 不同的氣氛啦 對對對 是 所以未來計畫就是開設這個新的課程 然後可以跟學生有更多不同的交流 這樣子 也是線上的嗎 還是 這個是實體 實體的 那目前是會在哪裡收客 高雄我有教室 啊 就是先以高雄為主 然後未來可能如果有新的地點 會再跟大家分享 嗯 是 那如果現在有個年輕人跟星星老師一樣 他也想要踏入這個 語言的教學創業領域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呢 嗯 我覺得就是 如果真的有想法就去做吧 嗯 因為失敗就是回到原點而已 嗯 那成功了 你會有更多不同的路 你的眼界會更寬廣 嗯 嗯 沒錯 應該是說 我覺得除了像你剛剛說的那點 以外 也要像你學習的是要有強大的心智 對就是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不要放棄 事情過了就算了 就讓他這樣子 因為如果 我覺得創造這條路最難的是 不放棄這件事情 嗯 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做一做就 我沒辦法了 我就想要放掉了 我要回去穩定的生活 嗯 可是像如同你是很開心的在做 你沒有放棄啊 你反而還學習更多東西在進了 你看香氛這類 可以教導給學生 也是做習慣的事情 那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對 再來是最後我個人想問的是 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來 你還會再選擇教學這條路嗎 重來的話呢 還是會選擇語言相關的工作 但是教學可能就是變一個興趣 啊 就不會是你的主要業 就是主業的部分 因為想要玩一些其他的東西 啊 你真的是自由的靈魂 哈哈哈 想要有不同心的變化 是 那最後是因為畢竟 欣欣老師是日韓老師嘛 嗯 可不可以就是說幾句鼓勵大家的話 好 嗯 那第一句日文就是做就做得到 叫做 やればできる 嗯 やればできる 嗯 對 好 韓文的部分送給大家就是 不要猶豫 嗯 做吧 嗯 忘記了嗎 我只會卡寶寨 哈哈哈 太難了 是 這兩句話都是 我覺得很棒的是都是鼓勵 不管是要學習的人 或是要創業的人 這 都是可以把它記在心中的 嗯 卡寶寨 哈哈哈 學起來學起來 很謝謝老師今天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很精彩的故事 那我也在你身上學到了很多 就是 嗯 應該說面對任何事情都是開心的面對 然後不要放棄學習這件事情 因為 有可能就是會奉出新的火花 對 嗯 很期待你去菲律賓的就是遊學之旅 然後很希望你可以多拍一些YouTube影片 跟大家分享 那未來有什麼新的計畫呢 都可以到老師的粉絲專頁去 嗯 就是詳細的得知一些新的消息這樣子 是 那我們再次感謝星星日韓小教師的創辦人 侯欣誠來接受我們任務專訪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